大家好 什么叫做色带 看看这块料子 一条的 那如果这样看你感受不出来 来给你比划一下 这样的一条附着在石头上围绕着一千 叫色带 看到比较明显的大裂 最开始是羊眉皮 刷洗过的状态 皮革上呢 打的能看到肿水 这个属于皮薄雾薄的石头 又有带子 打的又能看到肿水 沙力感来讲还细 那么这个料子在没有切之前 不便宜 便宜你买不到 注意啊 这是一个重点 那么这样的石头 注意看 有黑 有这种淡绿色 那么这样的状态呢 在一条色带上 它会出现 要么纯黑 要么纯绿 要么黑绿相见 都会有 注意看 诶 打开还行吧 对吧 颜色还是很辣眼睛的 有没有发现 皮革上面的颜色表现 和切开以后的颜色表现 明显切开的颜色好多了 还是比较辣眼睛 对吧 那么一会咱们看它 整体的一个状态 一个料子切长 以否看的是整体 而不是单独的一个配置 那么整个料子 一眼看上去 大力不怕 这种明显的大力 咱们不怕 咱怕的是那种小碎裂 上面这个位置 出一条手镯 您觉得价值极何 肿水切开以后 再差 至少也是个糯化 切到这样的肿水 以石头表现的状态来讲 它不奇怪 但是如果以这块石头 你们回头看它表现 切成这样的肿水 说实话 还感觉有一点 切得不是很好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棉 这种大团棉 还有特点 其他的棉的话 没有特色 侧面呢 还有显的表现 注意看 这边呢 叫做显加力 继续往下面切呢 这个下面还会有颜色的变化 这个石头 你们主要来感受一下 显绿的变化 还有就是 这块石头皮壳 如此之漂亮 打定有这么好的肿水 切开了肿 没有想象当中的好 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那有一些石头 没有表现成本低 切出来 有这个好 那这种料子就属于 以小博大 但这块料子 你们觉得算 以小博大呢 还是比较多了 感谢观看